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菲菲不在 我替她送 麻烦了 你客气啥呀 你跟菲菲是闺蜜 那就是我妹妹 哥哥给妹妹送药 还不是天经地义的 你看我这感冒挺严重的 别传染给你了 要不你就 这么严重呢 我看看 这么烫呢 我说你躲什么呀 我又不能吃了你 这药也送到了 你赶紧走吧 找什么急啊 咱俩还没好好聊个天呢 高阳 我说看待你是 非非男朋友的分手 才让你进来的 你最好放尊重点 你装什么呀 你跟卫青那点事 谁不知道啊 谁跟我在这玩清纯呢 你别胡说 我胡说 你敢说你跟卫青没事 你说你都跟了卫青了 不妨再跟我 我条件也不差呀 要脸蛋有脸蛋 要身材有身材 我警告你 我的忍耐是有极限的 如果你现在走 我就当一切没有发生过 你要是再敢靠近一步 就算是非非的面子 也保不了你 我还就喜欢你这股凶狠劲 你要是顾及非非呢 没事 我甩他呀 也就一个电话的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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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真是疯了 趁着非非无道 哎 把该办的都带了 你想清楚了 别等我缓我 居然有你好看 卫青也不会放过你 现在承认了吧 你说你跟卫青就可以 我困几下就不行 是 我是没他钱多 不过男女这大的事 也不是干谁钱多吧 我比他年轻 体力肯定比他好啊 我去 你这个非非会难过的 她知道了又怎么了 女人知道这种事 一般都只会怪到女人身上 不会怪到男人身上 是 你跟她闺蜜是做不成的 不过能跟我啊 不愧 更何况 现在非非正拿来我的卡 在大厂堂采购了 她跟我就是图钱 你还真以为她有多用心呢 高雄 你不是在逛街吗 是啊 想买的包断货了 就提前回来了 怎么 没想到吧 我偶尔也是会给你省钱的 你还准备在人家身上待多久 非非 我跟你说啊 我们就是闹着玩的 你别当这样 闹着玩 手都快伸别人衣服里去了 你跟我说闹着玩 你平时和女生动魂这么大呀 还是说 这是你给女朋友的闺蜜 特别的福利 这我 我也不想啊 是 是周氏 就是她 她设计供应我 我跟你说啊 她发烧就是借口 她就是想找机会跟我亲近 你放 非非啊 你这个朋友 真的很有问题 我一进门 她就缠着我 非说自己发烧走不动路 要我 帮她 抱到沙发上去 我勉为其难抱了吧 她还不撒手 硬是把我往沙发上转 这我有什么办法 我也很绝望啊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非非 你不会真的相信她说的 可恶 我可是她正经男朋友 不信我 难道还信你这人呀 不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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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